你真的不要走我那條路 這條私人走的路 其實在整個電影裡 孟昭都是很沉重的 他一直都是一個隱忍的狀態 就是在四處奔波逃竄 他的生活軌跡離我本身特別特別遠 拿捏這個角色的情感也是 花了一段時間 是一個很瘦的 刀子一樣的那種瘦削的那種感覺 你得有這樣的容器 你才能插到別人的心裡去 演員就是又很帥 我們就是要讓他把外在的東西把它收起來 別再黑了 你在身上馬爾代上跟你扛不到 包括他的牛頭髮 曬黑啊 減身啊 減肥啊 就是不死頭嗎 最長時間擦了十五六天都沒洗過頭 導演反正摸一刷就擦手 太像頭三段小的小 老四想兩個瘦了 他臉這樣尖嘛 曬得特別好 我覺得是激著了 我覺得當時我都已經習慣這種生活了 就一天我開電視看到就是大家在舞台上跳舞的時候 我感覺那跟我特別遙遠 感到自己就是在南部裡 有一段時間就是會出去到修車鋪裡去跟著學 修摩托車修那個卡車 就會看他們真正做這份職業的人 他們的生活是什麼樣子 所有的這些活他都得會 我得讓他變成一個 就像一個非職業演員一樣 我好像就找了一個修車工 我看了小凱就很親切 因為這個劇情裡面有好多來自於我少年時代的業力 太熟悉了 我自己就是修汽車出身的你知道嗎 小凱對任何動作來講 我覺得他都沒問題 一 二 三 我覺得他挺男人的 你心裡頭是有那種小野獸的東西在 沒有什麼大聲 就是沒有什麼斷手斷腳的這種問題 能拍戲的話 我覺得只要能扛過去的 其實都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正常來講我覺得就睡著了 要達到一個嗨點 現在我們就換一點 是 他能打開另外一個頻道 他那個電波可以接收到 來自另外一個靈魂給他的驚息 我覺得就是把自己交付給這個人物吧 就是讓自己相信這個人物 讓自己的靈魂就是盡量地變成這個人物 孟超不告別完的過了一段時間 感覺內心空空的 就感覺就是你的一個朋友突然不見了一樣 或者說